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 乌克兰昨日用海王型导弹远程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特姆琉克区,卡夫加兹港口 摧毁了停泊在那里的一艘渡轮 康罗交易员号是仅存的可以轮渡铁路油罐车的渡轮 被大之后,克里米亚要开始闹油荒了 此外,卫星图像显示了福尔加格勒地区俄罗斯空军基地 在前天的袭击中的损坏情况 戴奥库和其他事实,有消息人士称 可能有一到五架苏34轰炸机在西中遭到摧毁 但无法通过交叉对比确认其真实性 飞机早些时候地区在机库里 但还不清楚他们是否在袭击期间仍然留在那里 回到战场上来,哈尔科夫前线 孤军出动了苏两期战斗机 向在沃昌斯克内的俄罗斯战领军 进行了一系列使用吉拉姆制导炸弹的空袭 有消息称,乌军已在哈尔科夫发动反击 并推进了两公里 但我还没有看到视觉上的证据 库里斯克前线乌克兰部队 今天再次重创卡德罗夫的阿赫马特 今天早上,他们袭击了阿赫马特的一个营地 消灭了呼号为史克朗的阿赫马特指挥官 以及和他在一起的30名俄罗斯士兵 塞姆河南岸方向乌克兰军队已经控制了克拉斯诺克托比亚尔斯基镇 切断了与塞姆河南岸地区与外部的陆地联系 这次驻扎在这一区域的俄军已经被完全包围了 绕道,乌克兰部队一把道给堵上了 杜河有乌克兰特种部队和无人机的管兆 想要跑路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了 乌军在拿下科马罗夫卡 继续向格鲁士科沃挺进 从科马罗夫卡向格鲁士科沃逃亡的俄军第15旅的部队 被乌军无人机困在了两地之间 溪流沼泽地里 格鲁士科沃是塞姆河南岸地区最大的据点 这几天该区域内俄军不断的撤往那里 这意味着乌军一旦拿下那里 就将这块大约640平方公里的领土收入囊中了 在苏甲伊北乌军仍是三路并进 直取库尔斯科的大动脉 138高斯公路的三个节点 根据最新消息 普京已经有些顶不住了 不得不从乌克兰的前线调兵回远 纽约时报称 自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库尔斯科地区开始行动以来 俄罗斯人对普京的态度有所恶化 AI分析社交媒体贴子和新闻材料的数据表明 虽然莫斯科被普京的支持仍然比较强烈 但俄罗斯偏远地区的不满情绪快速增长 使征兵变得更加困难 这是普京急于解决库尔斯科的问题的主要原因 卢格安斯科前线 俄军进坦40 已经调往库尔斯科并打了第一仗 将一辆坦克和一些步兵送给了乌军了 托里斯科前线 第60旅已经抵达库尔斯科 俄军第56近卫空中突击团 也从占领区南部克里米亚 前往了库尔斯科地区增远 只有红军村方向没有抽走任何部队 看起来普京确实非常想打下这个枢纽城市 乌军应该会给他准备个惊喜吧 通过在库尔斯科的行动 乌克兰已经打破了就地停火的可能性 至8月90以来已经没人劝和出谈了 倒是普京自己表现出了强烈的停战意愿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普京已经开出了新的价码 我认为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普京之所以想要停战 原因很简单简单 他兜里没钱了 为支撑战争 俄罗斯这两年不断的灌水 大量的超发卢布 又为了压通胀将基准利率拉到了年化18% 但即使这样通胀还是失控了 据俄美报道 近日面包乳制品和啤酒等主食 普涨了40% 这意味着什么 懂得都懂 偏偏减重还有人鼓吹俄罗斯越打越有钱 而欧美为了支援乌克兰 已经民不聊生了 当然 这个判断也十分合理的 一切反动派都是指老虎骂 库尔斯克造成的俄罗斯大动荡 可能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表面上的军事失败引起深层次的变化 才是大地最害怕的事 高高在上的人最大的绝症 就是怀疑一切 如果侵略进展顺利还可以维持现状 但一再遭遇失败 则必然产生猜忌质疑 大地此时的最终目标其实已经不是乌克兰多少土地了 而是自身位置的安全 所谓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 都是极力维护克里米宫的安定 可以说大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脆弱 人们可以看到他越来越依靠身边的客户派系 掌握军队减出一击 这样的结构不是被外敌击败 也会自己走向灭亡 苏细外强中干 大家应该不陌生 这种体制的特点 贪污腐败任人为亲 欺上瞒价 军队也不是生活在真空 相反会更加的严重 看看俄罗斯国防部的官员 基本都是贪管 国防部长还有携款跑路的 聚资修建的库尔斯克防线 被乌军一击击破 在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去查一下苏联时代的战争史 苏联入侵过匈牙利 捷克等等 本都是自己这一体系的知根知底一样的菜鸡 从来不敢真的与北约发生冲凑 古巴导弹危机最后也是认识的 这个阿富汗在美国只是提供轻武器的支持下 打了十年 硬是把苏联拖垮了 往往所有的独裁者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禁绝天下之兵 打散一切自主之柔软每一个生命 只保存自己的组织和招牙 其次是禁绝信息流通 同时歪曲和扭曲已有的知识信息体系 只有自己才能拥有正确信息和控制信息流通 再次就是败坏和扭曲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 创造一个毫无道德毫无伦理的实用主义 和投机主义盛行的流氓无产意识横行的社会 从而导致社会一切互信机制都没有办法达成 只能丛林社会黑暗法则的互害 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地下民间组织成长规模 从而永恒一家独大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 独裁也会被反噬 这样社会出来的爪牙也许会内斗可以 当独裁也需要保护的时候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保护它 同时扭曲信息也会扭曲和蒙蔽独裁认知 随着时间流逝 独裁越来越也不能得到真实的信息 伴随社会道德的解体和下线不断的突破 导致一切社会运行都变成投机和现实主义 社会运行的最小单位 家庭伦理也变成一种纯粹利益关系 甚至互害关系导致民间无法互信 从而始终在社会组织规模和社会模式有所突破 最后堕落为 本土只能诞生张献忠 这样的流寇黑社会组织和整个社会 不停的玉石聚焚 同归于尽的格式化 从精子把重要位置都换成亲信和亲戚就知道了 大俄国防部和政府的某些人 已经和他冒合审理 时刻有叛乱的可能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车臣的小卡 另外白俄的卢卡申科也已经在给自己找退路了 什么退休 呼吁普京不要使用核弹 还要说自己在开战之前 几次苦劝普京不要发动战争 无以表现知道更多前线战况的白俄总统在做切割了 乌军陕西库尔斯克造成的动荡 已经造成了蝴蝶效应 最终的结果是 重新走上沙皇帝国之路的俄罗斯灭亡 普京最好的结果是去海牙 这样不至于殒命 最坏的结果就如同末代沙皇一样 被愤怒的大俄人民灭门 当然 也不是没有生机 比如他可以效仿前几位沙皇 来个西石东部 靠出卖东大 给美欧交投名状 获得狗言残喘的机会 还可以南下从东大那里开枪扩大 来安抚大俄的人民 普京发动轻武战争 公然违法联合国宪章 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挑衅 与文明背道而驰 如果不把普京绳之以法 就会让侵略者和潜在侵略者 产生侥幸心理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就会卷土重来 就凭上面两点 暗杀普京不是最佳的选择 将他绳之以法才知 而今普京内忧外患 如同金弓之鸟 以成强弩之末 在不久的将来 让我们共同见证普京的最终结局吧 在不久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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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久的将来